要想通过宝物来领悟大道 首先就需要拥有足够的实力 这也正是为什么说唐杰的机遇只有十分的缘故 他在实力上就先天不足啊 但是唐杰却并不打算放弃 只要努力过了 哪怕失败亦是无悔 心神在感悟中归于沉寂 耳边不再听到兔妖的锅躁 唐杰全身心的沉浸在对这气息的感悟与理解之上 心灵渐渐的空明起来 周围的一切都仿佛停止下来 没有灵石看不到外界 但是唐杰至少能看到自己的身体 与以往不同的是 当他真正全身投入内饰挤身时 他发现自己眼前的景象变了 他看到自己跳动的心脏流淌的血液 身体中无数的器官在按照自己的方式工作着 但是这一切却拉成了一条长长的弧线 这弧线上有着数不清的自己 它们同时存在 却又有着细微的差别 代表着不同的时间点上的自己 却在同一条线上以同一种方式呈现出来 于是唐杰看到 无数的自己就那样无限的延伸着 永远没有止境 没有尽头 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的拉长 而那逝去时间上的自己 却并不消失 依旧存在着 于是 这条线便越来越长 往前回溯 可以看到过去 往后追 可以看到未来 唐杰努力地 向着那条通往未来的线上看去 却只看到一片沉思的黑暗 他知道 那是他未能入道的缘故 他看不到自己的未来 而预言正是时间之道 最强的表现之一 不仅如此 从这条时间线的本身去看 很显然 这也是与一元无关的时间之道 他不知道那是什么道 但是 他必须去尝试 去拥有 他试着 靠近那无数幻影中的自己 却又怎么也够不到 明明近在咫尺 却又远在天涯 无论他怎么努力 就是抓不住 在这虚妄的意念世界里 唯有神念才能靠近 灵石也不过是基础 他连灵石都不具备 又何谈捕捉大盗呢 不 不 不 唐杰低吼起来 可惜 任他如何努力 未能修成灵石的他 却是无法捕捉 那一丝机缘 要知道 就算是修成灵石 都未必能抓住 那份机缘 要维持着心灵幻境 亦需唐杰消耗大量的心力 眼看着那条时间线 离自己越来越远 自己终究是无法抓住 唐杰知道 这一次自己多半是真要失败了 他常态一生 已经做好了失败的准备 就在这时 一股磅礴的气息 骤然席卷而来 兔妖惊骇地发现 在他身中 所有的植物 突然间疯长起来 大量的海中藤蔓 飞快地生长着 从海下窜出 生成巨木 无数鱼儿变成海妖 从水中走向树上 却无一人敢靠近他们 唐杰的头发 更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一点点的长出 很快就长发及腰 时间 土药师生惊呼起来 时间在加速啊 直接对人类起作用了 这怎么可能呢 这时 他才看到 头顶天空之上 那股庞大的气息 竟然已经凝聚成了石质 形成一团漩涡 席卷残云 在他的头顶盘旋着 血色光滑大放 冲出无边的威势 吓得兔妖 一屁股坐在水中 他不知道 在唐杰的世界中 这一刻 意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远去的时间线 突然变像 飞速归来 向着唐杰冲去 不断地拉近 竟然就这么 自己冲了上来 终于 唐杰的意识 落于自身的时间线上 与其中的一个点 成何了 他看到前方 依旧是一片黑暗的模糊 后方则是无数曾经的自己 一路通往很深远的过去 是的 他终于站在了时间线上 唐杰激动的想要狂呼 没有灵石 无法捕捉 时间之道 却自己撞上来了 他不知道 为什么会这样 但是他知道 接下来 才是他领悟的关键 站在时间线上 只要领悟的开端 接下来 还需要他自己去发现 去破解 而他的时间 却不多了 当他站在 自身生命的时间线上时 他的时间 就呈现出加速状态 生命开始飞速地流逝 不管他能不能领悟时间之道 他在时间上的每一秒 都被以万倍的速度消耗 领悟的时间越长 消耗的生命也就越多 参悟时间之道 一事无成 却一夜白头 甚至深化飞灰者 比比皆是 悟道 并非都是安全的 大机遇 往往也伴有大风险 这一切 在唐杰踏上时间线的那一刻 便彻底明悟了 但是 他并没有回头 他望向那未知的黑暗处 看啊 指着远处 一一兴奋道 好多好吃的呀 果然 在远处 竟然生长着数十株 奇异的花果 就灵质价值而言 这已是相当不少了 且看样子 个个都是百年生的灵质 他已经开始掰着手指头 在算了 嗯 有黄金果 玉莲石 还有一名草 都是好吃的呀 小丫头 已经挥舞着双手扑了过去 喂 小心啊 许妙然一下没抓住 已经被一一跑出去了 连忙追过去 这三天 他们一路穿行 也见识过不少的凶猛妖物 仅是新生之妖 就让他们颇费周章 如今 这岛上的妖物更加强大 如此异果集中之地 怎么可能没有大妖看守呢 果然 就在一一冲过去的那一刻 一只巨大的妖狼 已经冲了出来 这妖狼刚一冲出 对着依依 就是一口 闪开 许妙然大叫着推出一掌 掌风正打在妖狼的身上 就听啪的一声震响 一将那妖狼打飞出去 只是那妖狼翻了个身 却似若无其事一番 许妙然脸色微变 一一小心 这妖狼实力不弱 他那一掌之威很清楚 能受此一掌而无事者 至少也是开智中品 不过 一只中品妖狼 他还不怕 但就在下一刻 密林中又走出密密麻麻 大片的妖物 至少有数百只 看起来 每一只都在开智之上 许妙然 看得心胆俱寒 他没想到 这岛上竟有这么多 开智的妖物 已经拉着依依向后退去 刚退出几步 就听见空中一声鹰蹄 抬头看去 只见一只铁背苍蝇 在空中盘旋着 缓缓落下 抖了抖翅膀烧起来 竟是变化成一名 鹰鼻中年男子 冷漠地看着许妙然和依依 画形大妖 徐妙然吓了一跳 他一推依依 依依 快跑 依依大叫着 不要不要 依依要和姐姐一起走 徐妙然大急 他一咬牙 从戒子袋中取出衣物 心道 本姑奶奶 跟你们拼了 没想到 就在这时 那画形大妖 看了看他们 竟是仰天 长思一生 随后又变回英身 镜子 冲天飞走了 那一群的妖物 更是轰的一声 纷纷散开 转眼间 跑得没了踪迹 依依依和徐妖然看得呆滞 一时间 皆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 还是依依 人小胆大 眼珠子一转 叫道 不管了 先吃个锅饮再说吧 说着 一是飞身扑了过去 抓住一颗灵果摘下 大吃特吃起来 依依 小心啊 许妙然怕那些妖物再回来 急忙冲过去保护她 只是左看右看 那些个妖物 竟然没有一个再出现了 正奇怪呢 上面一个果子 已经落在许妙然的身前 耳边传来一一烂漫的铜音 姐姐 拿这啊 许妙然回道 这些东西对我无用 依依道 吃不下就带走呀 不要留给其他人 许妙然听的是连翻白眼 这鬼心眼啊 是唐杰教你的吧 跟着哥哥还想学好吗 依依撇撇嘴 已经扑到另一桌灵值前 小手用力 连泥带土的 一把拔出来 许妙然还在为 这一切的古怪 感到狐疑和不解的时候 依依呢 已经将这片区域的灵值 一扫而空 随后便拉着许妙然 向其他的区域进发 看这小姑娘的尽头 是要将这里的一切好处 都一扫而空呢 蔚蓝色的海水里 一只水母正在努力地沿着海中巨树向上爬着 在经历过一生中最重要的蜕变后 他拥有了强壮有力的四肢 原本淡蓝色的半透明的身体也变得坚硬厚实起来 这使得他看起来像是某种不知名的蓝皮生物 有限的智商使他无法区分自己的存在 唯一的本能驱使他不停地向空中攀爬 他能感觉到 在那里他能够拥有更加完美的生命 如果他能够成功登顶 或许他可以形成一个全新的伟大种族 他坚持不懈地攀爬着 爬出海面 爬向巨树之巅 路程是如此的遥远 巨树仿佛是通天之塔 永无尽头 水母不知疲倦地行进着 经过了春秋与冬夏 他越来越老 也越来越虚弱 可他依然没有放弃 终于 他来到了这棵巨树的顶点 站在了一个巨大的人像头上 他兴奋地仰天狂乎 我终于站在了世界的巅峰 当他低下头时 他看到了那片蔚蓝的水面 水母 正住了 他不明白 为什么自己爬了这许多年 还距离水面这么近呢 一阵风吹来 年迈的水母 看到自己飞扬的身体 如沙尘一般随风卷起 那一刻 水母终于恍恶 原来 不是我爬得不够高 而是我这一生 太匆匆了 一路 寄一生啊 土腰 向后退了几步 以避开那只水母化成的飞灰 同时 也避开那缠绕在唐杰身上的时间流 看着坐在树顶的唐杰 他眼中又多了一些忧愁 已经过了一天了 时间流的飞速流逝使得唐杰仿佛在这一刻走过了三十年 他的头发 已长可及地 面容也成熟了许多 有了些许 饱经风霜的样子 身为修者 他的面目 本可以保持年轻 但是时间流下 极具损失的生命 却不在此里 无法掩饰 他沧桑的面孔 让兔兔越发地忧心起来 他喃喃地说道 唐杰 唐杰 快起来呀 你不能再这样拖延下去了 你会死的 修者的寿命 也有其极限 虽然以唐杰的年轻 至少还可以支撑数日 但是 过早地进入衰老期 对他今后的修炼 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而脱繁静 最后的三枯节 更是会吞噬人的生命力 造成迅速老化 因此 需要修者大量的生命力 以支撑闯过 如果闯不过去 那么唐杰的一生 也将止步于此 唐杰 却是恍若未决 时间的风吹在他的身上 飘扬起几根灰白的长发 他静坐着 凝撕着 犹如一尊石雕 土土不知道 他这样下去 要到何时才会醒来 但他知道 再这样下去 恐怕唐杰真的要完蛋了 他终于决定 不顾一切的 也要叫醒唐杰 他走过去 试图推开唐杰 但就在那时 唐杰突然说话了 别担心 我不会有事的 你 土土惊愕地看着唐杰 唐杰依然 一动不动地坐着 仿佛刚才说话的 不是自己 一切都与自己 无关一样 他还在领悟 并未从那种 奇妙的状态中出来 那么 他是怎么做到 对自己说话的呢 图图不理解 不过 唐杰的说话 终于给了他一丝信心 他向后退了几步 重又坐下 转眼间 又是六个多时辰过去了 如果 以损失的生命计算 唐杰现在应当 已是个年近七十的老人 他的头发 已然花白 对于没有闯过三枯节的修者而言 这个岁数并不年轻 世界上的绝大部分修者 在这个岁数上 是通不过三枯节的 这个时候 土土破罐子破摔 反倒是不再去担心唐杰了 反正 他命数已定 生死也皆是如此了 不过三枯节的绝大部分修者而言 不过三枯节的绝大部分修者而言 不过三枯节的绝大部分修者而言